哈囉大家好 歡迎寶寶生人大主席 林柯大寶 接下來要進行快誤快達 2000年左右在BBS的一個暱稱 那當時的暱稱是叫小漢寶 做到大家的小寶小寶這樣叫 後來覺得好像說大寶應該要改大 所以就變大寶 老闆是歌手的意思就是 比較喜歡哪一些分子 兩個都有 因為我不是一個典型歌手 我只是剛好玩團剛好寫歌 那當時是因為找不到人主唱 那乾脆自己先唱 唱著唱著就一直唱 主持也是這樣 都是誤打誤撞 但是我還蠻喜歡 在這個兩個角色之間 不停的在轉換的這個生活過程 你覺得你要喜歡做直播還是做樂 直播跟錄影 其實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情 直播呢 我們就是要把當下的東西 透過鏡頭傳遞出去 所以現場你有發生什麼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可能原本價位中的發生也沒發生 沒發生的事情 所以一直出來 所以那是一種蠻刺激的感覺 但是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畢竟是要把一個故事好好的說完 所以它的那個概念上是不一樣 必須要在一個隨時隨地 都要維持一個很高的敏感度 所以那個敏感度 其實對於不知道的事情的一種欲望 欸?到底那是什麼? 可以吃嗎? 那是為什麼這樣? 時時刻刻充滿的為什麼 然後消化這些為什麼之後呢 再把它變成是一個節目的呈現 其實難度最高的是這件事情 做保存最累的一集 我記得是我們去高雄吧 還是哪裡?我也忘了 那一次的話就是一點集合 半夜一點 半夜一點 半夜一點集合呢 之後呢一路拍拍拍拍拍 我們周公那一趟大概是十點 也是繞了一圈 將近二十個小時 那個累是真的是身體上面很累 所以那個對我來的印象蠻深刻的 那請問那一次的班是飯總監的班嗎? 就是啊 那你講一個飯總監 對你們做過不可惡的事情嗎? 他其實沒有做什麼可惡的事情 就是不讓你睡 不讓你睡 不讓你睡 很可惡喔 沒有錄影的時候 花最多時間在做什麼? 我花最多時間在發呆 我所謂的發呆 不是說就是坐著不上班 可能是就是網路一直滑一直滑 因為我很喜歡看一些有的沒有 就是一些YouTuber像老高呢 他講到一個很興奮的事情 就是去找 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以學術領域來講叫做 Citation Growing Up 的這個方式 類似的概念 你會因為在看A的故事當中 發現一個B就跑去找 那B又是什麼? C又是什麼? 所以就發呆過程就會一直耗在這上面 旁邊的人都會覺得 你在幹嘛? 就我老婆也會覺得說 你哪有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沒有我在出外景的時候 我去花蠻多時間在這種 看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上面 你覺得自己跟哪尊神明最有緣? 只能講一尊喔 Tention Day 這個是剛好也是我最近發生 在我身邊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就是我第一次去秦八家採訪的時候 帝阿公現場他要開一張大壺好不好 我後來知道 大壺不是你求就有 甚至你連在地的居民也不見得有 那一次出外景呢 我跟香蕉整組外景Tim出去 他就只有開給我 然後後面我覺得這題我可以另外開一整集來講 原本真的是蠻妙的就是帝阿公 我記得我是加入寶神之後才結婚的 那結婚之後我才認真的發現 我老婆他這裡騎的就是 像你講的 這是其中一個人 這個故事非常長 這可以講很久 目前路過讓你覺得最感人的一集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有時候我甚至都會問自己說 為什麼我看到這麼感動的事情 看著阿白被感動的痛哭流涕 看著香蕉被感動的痛哭流涕 可是我一直在留不下來 一直到今年吧 我在浩仙宮太平罵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去做過年的一個直播 那那個時候因為除夕喔 就剛好過去這一年 小朋友也出生了 那就忙著顧小孩啦 然後忙著工作啦 那事情非常多在那邊很雜亂的過程 結果當時候我們抽籤 抽出了一個頭香啦 唱頭香的那個姓久 很年輕的一個弟弟 他抽到獎品之後 他就第一個直接說 他要把抽到的獎品 送給寶老師很大 當時我們全部人都傻掉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發生 也沒有setting過 也不認識 後來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 他覺得寶老師很大 把很多 跟台灣民族相關的一些故事 介紹給很多 從來不接觸的人知道 我當下我就啪啪 再忍出來 因為當時那時候 讓我感覺到最強烈的是 終於有人知道我們在幹嘛 並不是那種傳統上 會很感動的故事 而是當下我聽到他 很誠懇的嘴巴說出來 那件事情就是 終於有人懂你了 那種感覺 那你想對寶老師的粉絲 說些什麼看呢 該分享就分享 該看就看好不好 我們必須靠大家的點閱率 以及收視率 維持住我們的工作啊 第一次到朋友現場 你要怎麼很快速的了解 今天所要介紹的主持 這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五官 全部放大一百倍 不過還蠻習慣 就是說當到一個地方 我覺得先去拜拜 這個是對於信仰的一個尊重 因為你必須你要去跟那個信仰 直接捅到人家 前面這樣就拍攝 就算是人 你也給他拍一下就好 更何況是神女 其實是一個禮貌 拍攝的現場 你要怎麼樣進入狀況 就是人事實地物 尤其我自己也很喜歡看一些 扁額啦 木雕啦 反而在這個過程中 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也會幫助趕快 在拍攝現場進入狀況 參與台灣的民主啊 跟描繪這麼久 自己身為保存體 是覺得 你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 跟觀眾分享 其實 這件事情上 我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反而不見得跟民主有關係 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 觀點 這兩個字 常常有時候 我們會習慣用自己的觀點 因為你外的越多會 經過越多事情 你自己的觀點會越強 但是你的觀點越強的時候 代表你的 越被一些事情限制住 反而是 當你沒有了自己的觀點的時候 很多事情 心情也比較開 反而做很多事情 也許一些新的決定也會比較好 這是 我在這保存 南北這樣子奔波 我發現真的是觀點 如果你把自己的觀點 先暫時放在旁邊的話 很多 很多事情都很好處理 甚至是家人之間 朋友之間的衝突 我自己有時候 常常會 在一些情緒上卡住的時候 想到好 暫時把觀點這個東西 放旁邊一點 突然間 事情變得很簡單 反而是這件事情 你用一句話形容放生 心存善念 心存善念 謝謝寶哥 走什麼 我說的是 台南的北七 North Area 蛤 North Area 北七 蛤 北區 就北區 你說的都說的不清楚 北區 對 好 欸 欸 大家有聽我說嗎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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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南北七 就是你現在來北區 北區 你如果怕出於台南的火車頭 走路就到了 交通便利嘛 喔 啊 現在也是環環的市中心嗎 你先會說喔